南京大学以科学学科文明 其中物理学和电子科学 更加是国内的重点学科 到底历史文化底蕴 这么深厚的地方学习会是怎样的呢 另外我们在大喜科学院那里 访问了一位香港同学 究竟在南京大学修读器障学的模式是怎样 今集和大家谈讨一下